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C语言和程序设计快速入门课程的学习 好 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讲到我们这个开发环境的一个安装和配置 然后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熟悉一下我们这个CodeBlocks这个开发环境 然后我们的第一个主题是用这个CodeBlocks创建你的第一个C语言工程 但是这个主题呢 实际上在上一节课给大家讲这个装了这个编译环境以后啊 给大家验证这个编译环境是否安装成功的时候呢 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如何用这个CodeBlocks呢 来创建一个工程 实际上是非常的简单啊 主要就几个步骤啊 主要几个步骤 实际上就是一个fail里面啊 选择new啊 new的时候选择这个project啊 然后选择conceal application 然后点击go 然后next 然后选择c 然后再next 然后命一个名字 然后一直next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创建一个工程了 然后创建完这个工程以后呢 实际上它会默认给我们创建一个.c文件啊 一个叫man.c的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里面会有 两个这个警号啊 这个叫include啊 这个实际上包含啊 包含两个头文件啊 头文件一个是htdio.h 一个是htdlib.h 关于这个头文件呢 这种这种实际上是两个 酷的头文件啊 两个酷的头文件 一个IO酷 一个是lib酷 然后大家注意这种系统的这种 头文件啊 我们都是用这个这种符号啊 兼的这种兼括号 把它扩起来的啊 如果是那种我们自定义的这种图文件呢 我们是用这种双引号啊 双引号把它扩起来 然后同时会自动帮我们创建一个函数啊 一个函数一个man函数 然后讲到这就直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man函数啊 就我们c语言所有的只要是一个程序 不管这个程序有多复杂 它的入口函数都是man函数啊 而且man函数只能有一个啊 你如果写了两个man函数 它是会报错的 就man函数只能有一个啊 然后在这个man函数里面 大家注意man函数 它是有返回值的啊 大家不要以为man函数是没有返回值的 在这写个word 像这个写word是不对的啊 没有哪个man的标准 说这个man函数是返回 是没有返回值的 man函数都是有一个int型的 这么一个返回值啊 那么man函数它里面还可以有些参数 当然你也可以不写参数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man函数里面 做了很简单一个事情啊 就是打印了我们的这个helloword 最后呢打印完了以后 就用一个return做了一个返回啊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c程序啊 最简单的这么一个c程序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是给大家 让大家一起和大家一起来数一下 我们这个开发环境啊 那么我们最主要的要用到的 哪几个菜单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最重要的要用到哪几个菜单呢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就是主要是我们程序的编辑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编辑相关的菜单 然后在程序的编译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编译的一些菜单 那么在程序调试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到调试的菜单 下面就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和大家一起来数一下 我们这个开发环境啊 那么在这个编辑的这个菜单里面 首先我们看一下fail里面啊 这里面是就是创建我们的文件的啊 创建的文件的 然后这个里面呢我们关键要用到就是一个new project 这个之前给大家演示 我们创建这个工程的时候呢 都给大家讲了啊 然后我们甚至也可以创建一些文件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创建一些c的头文件啊 然后c的原文件空文件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文件都可以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打开一些文件啊 打开一些文件啊 我们甚至可以用这个二进制的二进制的这种方法来打开啊 所以说这个工具还是挺强大的啊 然后我们也可以导入工程导入工程 然后我们甚至这个里面是对于这个文件进行保存啊 可以单独保存文件 可以另存为也可以保存我们的工程啊 保存我们的工程 这个就是关于文件的一些操作 那么编辑里面呢 就是假设这个undo啊 就是我们如果做了一个操作 我们想撤销就用undo就可以了啊 然后这个是复制粘贴啊 还有剪切的一些选项 这个是Ctrl A X Ctrl C Ctrl A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啊 呃 然后后面这些菜单呢 大家可以自己下来自己实验一下啊 然后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啊 都比较简单 大家下来自己看一下 然后我们重点的话呢 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build啊 这个是我们编译 编译相关这些菜单 在这个菜单里面 我们经常用到的就是个build build的指令啊 build的指令 就Ctrl加F9 Ctrl加F9 然后我们可以单独build 某一个当前的文件 如果是多文件的话啊 然后这个绿色的小三角呢 是run啊 就是你点击了以后呢 它这个程序就会运行啊 程序就会运行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呢就是点击以后 它会自动的去build完成以后 然后自动把这样程序跑起来啊 然后这个clean呢 是把里面 你生成的一些中间文件 还有你生成的这个编译后的程序啊 把它清掉啊 把它清掉啊 这些是对整个工程的一些编译啊 这个大家下来自己用下熟悉啊 都是很简单的一些东西啊 都是很简单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是这个project下面呢 我们也会用啊 有的时候我们想往我们的工程里面添加一些文件啊 比如说我想再写一个c模块啊 点c模块点c的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先把这个c文件呢 放到放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用这种方式进行一个添加啊 这个也是经常用到的啊 这个也是经常用到的 然后这个是可以把这个文件给取掉啊 把文件给取掉 然后是相关我们这个工程数相关的一些操作 大家也是下来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 自己看一下 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build options啊 就是我们编译选项那些东西啊 我们理论上一般也不会去改这些东西啊 理论上也不用去改 如果大家对这个想进行一个更深入的研究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些选项啊 可以看一下这些选项 好 然后的话呢 最后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和这个调试相关的一些按钮和菜单啊 那么调试相关的菜单呢 主要就是在这个里面啊 这个里面 在这个debug下面啊 在这个debug下面 在这个debug下面呢 我们首先这个active debugger呢 是我们要选择这个gdb和c db debugger default就可以了啊 不要选这个 选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想调试直接点击这个start continue啊 这红色的小三角啊 在这个里面也有一个快捷的地方可以点啊 点点击这儿啊 这个绿色的是运行 大家注意一下啊 然后点击以后呢 实际上就就debug了啊 但是因为我没有打断点 所以他就跑出来了 然后这个debug呢 你点击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就他就进入到debug状态了啊 然后在这个里面 如果有变量 实际上也可以看变量的值啊 也可以看变量的值啊 然后可以跟大家看一下啊 假设我先简单的写一个 这些都是简单的世界园的基本语法啊 这个大家肯定后续都是要求大家要掌握的啊 等于 这样写呢 代码会看的比较清爽一些啊 就是我们该加空格的要加空格啊 该 该控行的要控行啊 这个这些小的一些技巧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然后重新build一下 然后我们再点debug啊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挖起窗口啊 在这里每个挖起窗口 可以看到a的值等于2啊 所以这次debug就非常方便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debug的其他的一些命令啊 这个是stop debug啊 就你点了以后 他就从debug状态推出了 然后这个是 我们先进到debug状态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运行到下一行啊 假设我点一下就运行到这一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假设我把这个断点设置到这儿啊 我们重新 我们先先让停止debug 然后我们重新debug一下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让它运行到下一行啊 大家看它运行到下一行了啊 然后这个step into和step out是干嘛的 这个step into就是假设 你这有一个子函数啊 而且我们这个debug是可以访问的这么一个子函数 像这种系统函数 我们如果要step into 它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实际上是应该是进不去的啊 step into它进不去啊 它直接到这儿了 那么step into呢就说假设有一个子函数啊 这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说明呢 我这是去创建一个子函数啊 那么我创建一个子函数啊 那么我就一个order的啊 那么这个叫test啊 test 所以就给它取个test的名字 然后这个呢 我还是去定义一个变量啊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直接做一个打印 哦 这是做一个打印 刚才没敲上啊 好 我们能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打印 啊 打个test啊 大家注意打完以后 最好是给它一个回车 好 如果是step into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然后大家注意我这定义了这个 实现了这个函数呢 你要在前面声明一下啊 这样这个main函数才能知道 我这个函数在从哪去找啊 好 那么我先build一下啊 build一下 呃 这个b 它是因为说这个b没有去用 所以高了个井 那么我们把这个b的直接打印出来啊 好 然后摆放到d输出 ok 啊 我们重新build一下啊 build一下 因为我不喜欢不喜欢看到警告 所以说一般我看到警告都会把它去掉啊 把它想办法消除掉 好 然后我们可以 哦 这还要调用这个函数啊 对 这还要调用这个函数 那么我们直接调用这个test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step into 和step out的一个 它具体是怎么来用的啊 那么我们来 其实还是进入到这个debug啊 debug 好 到这了啊 然后我们先执行一步啊 执行到下一行 然后到这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选择step into啊 大家看 我选择step into 它就进入到了这个止函数里面 进入到这个止函数里面啊 然后就会在止函数里面执行 当然如果这个时候我想马上从止函数退出怎么办呢 我点击这个step out啊 step out ok 我从这个止函数已经退出了 直接退出了 相当于这个 它就 它就把这个就执行完了 就退出了 没有说执行到这一步来啊 没有说执行到这一步来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step into和step out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们的这个区别啊 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用法 好 然后关于下面这些指令呢 大家可以下来 这些菜单 这些命令啊 大家可以下来自己摸索看一下 这个我们不会 不会用的特别多 然后关于设置锻点呢 大家直接在这个地方点击一下 就可以设置锻点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有的时候 同学们可能想看一下 这个相关的一些输出信息 我们在哪看呢 就在在debug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还是先进入到这个 debug状态啊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啊 这有个小虫啊 这个窗口里面画了个小虫 这个叫debugging windows啊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了 来看一些我们这个调试窗口啊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break point break point 我们可以看哪些地方设置了钻点啊 这个比较方便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CPU register啊 register啊 这个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CPU内部的这些寄存器啊 内核这些寄存器 它当前的一些值啊 如果大家对这个CPU内核比较熟悉的话呢 这样在调试的时候通过这些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啊 然后这个呢 是看这个调用对战啊 就是函数啊 然后函数的调用都是通过对战来调用的啊 我们现在就有个main函数 然后我们可以执行一下啊 我们可以执行一下 我们step 我们执行到下一行啊 我们再执行一下 好 然后这个时候已经要从这个推出了 我们我们还是这样子 我们重新做一下debug 我们要让它执行到这个里面来 我们在这打一个断点啊 直接执行到这个指函数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all stake啊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这个时候call stake呢 就有两个了 对吧 因为还有两个函数啊 一个是test 一个是main函数啊 这个实际上对我们追踪代码的时候呢 追踪到它哪些函数执行了 现在在哪个函数里面呢 是非常方便的啊 然后这个呢 是相关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汇编语句啊 汇编语句 那么汇编语句呢 大家如果后面想对这个c代码的这个底层的一些东西 更深入的学习 可以学一下这些汇编语句 但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学arm的啊 没必要再看这个x86的这个汇编 这是x86的汇编啊 然后arm x86的汇编也是有些相似之处的啊 然后这个呢 就是看它这个内存啊 看它的内存 比如说我现在知道a的内存数到 我通过这儿啊 我通过这个地方就可以把a的内存呢 可以看到这个a的内存里面 它是放了什么样的一个值啊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子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就是我们 首先可以把这个a的这个内存的地址打印出来啊 打印出来 那么我可以把a的内存地址打印出来 用百分号p啊 用百分号p 大家注意百分号p就是专门用来打印内存的啊 那么这个a的内存用一个取缔指幅啊 这样子 然后我们先重新build一下啊 build一下啊 build的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把这个断点啊 把它放到这儿来啊 放到这儿来 然后debug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已经打印出了这个内存的地址啊 叫这么多零啊 有22FE5C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可以通过这个观察我们的这个内存的这个地址啊 然后就是22FE5C直接把地址输进去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看啊 这有一个2对吧 这有一个2啊 这个2 实际上这个呢 就是我们a的这个它在内存里面所存放的一些内容啊 我们也可以把一个字稍微改一下啊 把一个字改一下 我改成改成这个做 我们做一个标记吧 我们看这个a到底是怎么来放的啊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做 0x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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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样子或者是f1 然后f2 f3 f4啊 这个大家注意 这个都是16精神的这个写法啊 我这样写是为了做一些标记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存里面 这个a在内存里面它是怎么存放的啊 好 我们重新重新build一下 重新build一下 重新build一下 build完成以后我们还是debug啊 debug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a的内存地址还是这个啊 还是这个 因为我们可以确认一下还是rf15c啊 rf15c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值呢啊 就是f54 f3 f2 f1 像它的这个它的高位啊 高位是放在这个地址的这个后面的 后面的啊 然后低位是放在这个地址前面 像这个就是一个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了啊 这个在我们后面的这个arm的这个内核的 课程里面也有讲啊 也有讲 大家这个可以理解一下 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x86里面啊 我们的这个a它在内存里面是怎么存放的啊 就可以通过这个窗口来看啊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running street 是当前运行的一个现场啊 这个我们可以不用太去关心它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挖起窗口啊 挖起窗口 大家看这个时候挖起窗口呢 输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啊 因为a是这个它是一个整形的啊 它是一个整形的 所以说这样写呢 它实际上是整形的话 它的这个第一第一个位啊 是表示它的符号位 那么我写的f呢 第一位是1 就表明它是一个负数啊 它是一个负数 好 这个呢 就是对这个整个调试器的一个介绍 调试环境的一个介绍 然后希望大家通过今天这个课程呢 可以更好的属于这个code block 它的一个编辑环境 编译环境 还有这个调试环境啊 然后后面 大家在学习C语言的过程中 可以熟练的运用这个code block 来完成自己的代码的一个编写 编译以及调试啊 这样可以更好的辅助 大家对这个C语言的一个学习啊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熟练的运用这个工具 好 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先到这啊 谢谢大家 然后课程的这个作业 就是大家下来把这个code blocks呢 安装一下啊 然后要配置好它的这个编译环境 以及它的一个调试环境啊